8月15日凌晨,有8个媒体上是胡一天和张若南两人同回酒店共度气息的视频 两人吃完饭后同乘保姆车来到酒店 张若南一下车就飞速跑进去 胡一天则跟在后面慢悠悠地走了过去 对此有网友表示两人光看颜值的话还是很配的 还有人觉得胡一天黑了太多配不上张若南 据范范了解,目前他们两人在同一个剧组进行拍摄 所以有网友说一起吃饭一起坐车也很正常 剧组可能给他俩安排的也是同一个酒店 胡一天曾经在综艺节目中收获自己的择偶标准 喜欢圆脸长发齐热海厚的成活泼的女生 身高最少1米58 这样看的话张若南还都挺死活 那么大家觉得他们两人有CP感吗 对梦中情人有什么要求 女的 多高 怎么高 一千 一千 从小的 谁让你分析 一千 我侯 让你放箱 我让你放箱 你放箱 你放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